請訂閱 哈囉大家好我是月子 這次要來分享的是全素黑豆巧克力布朗尼 我很愛吃巧克力布朗尼 它是一道非常經典的甜點 我也想試著用不一樣的食材去製作它 那除了之前分享過的酪梨跟豆腐 這次是用黑豆 可是之前一樣我想你應該吃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還有非常的好吃又美味 而且也充滿了營養 那這次需要的食材有黑豆 煮熟的 另外還有起子的椰架乾 可可粉還有泡打粉 鹽還有花生醬粉 你也可以用花生醬啦 然後另外還有香草精以及水 以及亞麻籽 不是奇亞籽粉 我是用研磨機就是把它研磨成粉 另外還有核桃以及巧克力豆 我是用花生醬粉 因為我買了它 那你也可以用花生醬 但水的部分可能要取決一下 對 那一開始我們先將烤箱以175度C預熱 那這次我們是要使用調理機 一開始先把去子的椰架乾 還有黑豆 記得要濾掉水 然後還有水 把它放到調理杯裡面 那是忘記拿的茶匙 把它用調理機就是交打混合均勻 那如果你有調理棒的話 建議使用調理棒搭配 因為它沒有太多的水分 所以不太容易交打混合均勻 不然你就停下來做刮杯的動作啦 另外再加入泡打粉 奇亞籽粉 一小撮的鹽提味用 另外還有花生醬粉 以及可可粉 生的或熟的都可以 另外還有香草精 然後再把它們交打混合均勻 水的部分我是改一個範圍 就是要試情況參加 像我這樣打到這時候 我就覺得有點太乾了 所以我就再加一大匙的水 然後也不希望太濕喔 就是讓它可以交打混合均勻的程度就可以了 那接著我們來準備我們的表面要加入的物品 就是核桃和巧克力碎豆 巧克力豆啦 然後就是大略把它們切碎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一個一個慢慢切 也可以就是像我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隨心所欲的大略切一下 因為就是給自己吃 所以我不會要求太好看這樣子 然後接著我們拿一個小烤盤 你用那種長瓢麵包膜也可以 然後裡面鋪一點烘焙紙 烘焙紙底部可以沾一點水 它通常這樣比較好容易跟模具貼在一起 然後接著我們就把混合物給它填壓住進來 然後呢我覺得你可能會想到它很像一個東西 我也是在剪輯的時候才覺得它很像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都不要說那個東西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用刮刀把它們鋪平 然後表面再加上剛剛切的碎核桃 還有巧克力豆 我喜歡把它加得很滿很滿 因為每一口都想要吃到 然後再把它稍微填壓入它的布朗尼湖裡面 然後就放入烤箱 然後講到這裡我才想到我好像沒有提醒 食譜都會寫在部落格裡 那連結我會放在下面的描述框 那我們把它用烤箱烘烤大概20到25分鐘 讓它巧克力有融化 然後表面很明顯就是熟了 對沒有濕麵糊的狀態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我們把它置於到網架上 讓它稍微放個5到10分鐘放量定型一下 那因為我太晚來不及拍照 我就先把它冰到冰箱隔天才把它拿出來切塊 準備要享用 這個巧克力布朗尼就是它可以冰冰的吃 也可以熱熱的吃 熱熱的吃會比較軟 那冰冰的吃它就會比較結實 就像這樣子可以hold在手中 還滿緊實的這樣 那它其實很就是綿軟 像因為最近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都冰冰的吃 這樣拿出來咬也不會覺得很硬這樣子 那因為黑豆的關係 它吃起來相對起來我覺得比較清爽 但是一樣有濃濃滿滿的可可滋味 就巧克力的滋味 那我真的很愛這個黑豆布朗尼 連續兩個星期都做了一次 那希望你也喜歡 如果你有製作的話 歡迎在instagram上 hashtagborrowlife 我就會看到你的成品囉 那或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可以推薦食材給我做做看 那希望你們也會喜歡這個黑豆布朗尼 謝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